我覺得這個事情是以前的一個 你們說共犯 裡面有你剛剛那個Freddy講的 這裡面是個共犯結構 可是共犯結構 以前民進黨當政了那麼久 他也是共犯結構了 國防部是要下面管的 這些事情 你們說的這些事情 那麼可怕的 這邊佔了一百多坪的東西 還去鬧那個房子 每天國防部也有告那個誰 許立榮或者怎麼樣 可是那當時為什麼不改正這個 等到國民黨要出來選了 推了一個王盧璇了 這件事情變得不當了 那所以這不是黨派的問題 不是政黨的問題 那問題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對王盧璇的選情有衝擊 那面以前那個誰 民進黨也這樣幹 我們剛剛講了 這個事情 這些跟王盧璇他無關 但王盧璇他自己 他根本性的問題是 譬如說你在文章裡面 你特別強調 五年的東西你覺得沒有差別 那個社會神經病 可是他確實是有一個 法律規定在 是 他法律規定是 你不能在五年內不能過戶 沒有說你不能夠買賣 不是有些人是用主委的 那個買賣那個財權 現在有四分之一的軍宅 都是在五年內過戶的 那我請問你 那麼多人那麼多人的不法 最高峰的時候 在民進黨的時候 怎麼沒人這麼管呢 民進黨做的不夠 我承認 但是民進黨開始在主理了 國民黨到底在幹什麼 而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希望郭先生可以跟我們一樣 站出來 至少跟胡志強一樣面對問題 而不是幫王如賢在解套 我是幫鄭義在講話 我不是幫誰講解套 我只是說這個事情是 鄭義也要站在一個合情合理 跟合法的程序上面 你說你的五年是你們 民進黨做得好 就算我承認 請問你 你做了後沒有達到這個效果 那你為什麼不加到十年 現在國民黨逼得 國民逼得說要出來十年 我當政的話 我也會逼到一百年 我也做一百年了 你就根本就租給你 要很多東西做 關鍵的問題在於 國民黨掌握了國會的最過處 而且軍系立委有這麼大的力量 他們如果真的要照顧 這些中下階層的軍人 他不是應該要自己主動 去處理這事情嗎 今天你好把責任 通通推給民進黨 民進黨在執政期間 還曾經面對過 軍人想要政變的情況 如果你覺得我們可以這樣 完全處理 那我很謝謝你對我們的欣賞 但是我們確實在處理 處理的還不夠 對於這樣的狀況 如果郭先生立場跟我們一樣 應該支持我們的行動才對 你們太謙虛了 你們是少數 尤其是2008年後選出來後 你們是極少數 你們極少數還可以 還可以把整個立法院都封鎖 國民黨還不敢怎麼動 你們那個少數的力量太強了 你們當初為什麼不把它搞成十年 搞成這個 這些改革 你們那個少數的力量 再去改革的軍產 你們少可以改 為什麼不做呢 全區部有算高級公國人嗎 對 你這樣明天去問你 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反反覆覆呢 我就不知道 馬英九說不算高級的中國人 不是什麼高級中國人 你扯到馬英九 我今天很想了解 你這100萬裡面 到底包括哪些人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 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只能這樣講 但至於 至於你說他是中國人 還是什麼那個不是中國人 這我無法 因為我光從你剛剛的 這個邏輯裡面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只有2300萬人 其中只有一百萬是高級的人 其他人都是低級的 中華民國的高級人很多 中華民國有13億人 裡面只有2200萬人是瘋子 中華民國現在有13億人口 當然 什麼時候中華民國有13億人口 我知道了 今天早上的時候 請問你 我聽我講 我在講話 我還沒講話 我們的主權範圍是不是包掛權 我們的主權範圍包不包掛 中國大陸 當然不包掛 怎麼不包掛 不包掛 請你回去看一下 憲法修正條文 怎麼不包掛憲法修正條文 你把憲法修正條文拿給我看 我們的主權 我們的治權不及於大陸 我們的主權包括 這是你的解釋 全世界就是這樣解釋的 不要緊扯這個 扯這個連蒙古他也是我 都在中華民國的你 我們當然是中華民國 好啦 那我們要 我們要不要賣衝 我們要衝 外蒙也是我們的 外蒙是我們的